弟兄姐妹平安 这次我们退休会的主题是 合一 使命 门徒 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们同工预备了 在上帝面前祷告了 给了我这个题目 所以我就照着你们所给我的题目 预备了六篇的信息 合一的部分我讲一篇 使命的部分我讲三篇 门徒的部分我讲两篇 昨天晚上我们从以福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 看合一 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 我想不只是华人教会 可是因为我对华人教会比较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说 讲合一都是讲表面的 就是讲表面的合一 没有讲内心的合一 可是这个并不是圣经上要我们的 不是说我忍耐你很久了 但看在主的面上我忍耐你吧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这样做的 其实讲到合一是因为有原因的 合一是因为我们本质上具备了 出于同一得救源头的条件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好 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圣洁 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聪明 没有 可是我们自以为我书读多了 我自以为我道德比较好 我出身比较好 我钱比较多 你为什么赚不到那么多钱 为什么我赚得比较多呢 因为我聪明 可是这些都不能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是我们本质上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配得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合一的事情上面 我们没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而能合一还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讲合一 就是因为我们太不同了 我们才需要合一嘛 那个就是diversity 我们如果我们都一样 都是机器人 也没有合一问题 因为我们就都机器人了嘛 我们之所以能合一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基督升上高天 辱略仇敌 分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所以我们就能合一 因着我跟你不一样 你的可以分给我 我的可以分给你 所以我们合一 这是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合一 其实是上了魔鬼最大的当 上了魔鬼最大的当 你看耶稣怎么说 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肠 多难过啊 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肠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其实我们本质上没有不合一的可能性 我们不可能的 我们不合一 我们怎么办呢 可是 在教会里看到的实际状况就是 我们很难合一 我们看对方很不顺眼 什么都可以造成我们不合一 什么都可以造成我们的看法不同 我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洛杉矶教会里面的一件事情 某一个教会 有一个牧师从海外 就是美国海外华人教会 就来到了洛杉矶一个教会牧会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教会 我当然不能讲那个教会的名字 那个教会的牧师来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牧养 开始牧养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有来自香港的 新加坡的 马来西亚的 台湾的 中国大陆的 他们就说 他们要 他们要这个 做宣教工作 宣教工作 以后他们做宣教工作的时候 就跟牧师说 人家隔壁教会 人家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呢 都在教会里面 放了万国旗 每一个国旗都放了 每一个国旗都放了 他就说 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过两天就要开始了 找不到万国旗怎么办 他们就去跟隔壁那个教会借 就借过来了 借过来就 放好了之后呢 放好了之后呢 后来发现 没有台湾的 没有台湾的 台湾算不算一个国旗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可以吗 好不好 我们不讨论 但是缺一个台湾的 那么台湾的人就来抗议了 就说牧师 怎么看不起我们呢 对不对 你至少把我们国旗也挂起来吧 你就算个地区的旗也可以挂吧 是不是 香港也可以挂一个香港的旗子嘛 后来那牧师没办法 就去找了一个中国的国旗 台湾的国旗就挂上来了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它不是一套的 所以台湾国旗就比较大 他也不是故意的 那个牧师就说 因为有人争嘛 那教会这么大 他就把他挂 这么多人他就把他挂起来 一挂起来 中国大陆人就来抗议了 为什么台湾的旗子挂了也没关系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本是一家人 为什么他的就比较大呢 那个牧师就说 道歉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家原谅我 我们不要把政治带到教会里面来 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就讲了那次总算过去了 第二年牧师就很紧张 他想说他一定要不要得罪这么多人 他就去找找到 终于找到有一个万国国旗呢 是又有台湾的又有中国的 他就开始把他挂挂挂挂挂 挂好了那个牧师压力很大 就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挂在哪里挂在哪里挂在哪里 他就前几天就想好了 就想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挂 就挂在 这边有十字架 那边有十钟 他就挂在十钟的两边 挂在十钟的两边 那就这样子呢 因为你知道 有的人就是会去找 因为万国旗有一百多面嘛 他就找到他就找到一床了 他想说最好两个都摆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人家就不会说说 找不到台湾的 或者找不到大陆的就这样子 就挂在那边 后来他就 他就这个很高兴 还没聚会啊 就有人来看 看完了这个中国大陆 就有一个弟兄来跟牧师说 这都是真的事情 这不是编的 他跟牧师说 牧师我知道你的意思 牧师心里想说我没有意思 我就让大家看到嘛 对不对 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牧师就问他说 那你说我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的意思是 中国统一是时间的问题 牧师吓得半死 牧师吓得半死 说怎么会这样想呢 不过他这样想法还是可能会的 他就立刻把它拿下来 连夜又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这次比较聪明了 放在十字架的两边 这样没问题了吧 对不对 基督成为我们的和睦嘛 你知道 那一天就不只是大陆的人来了 台湾跟大陆的人都来问牧师 牧师牧师 问你一个问题 牧师说什么问题 请问圣经上 那个三个定在十字架上面的人 是左边的强盗是得救的 还是右边的强盗是得救的 真的事情 这个不是开文 这不是笑话 真的事情 你知道那个牧师说 在加州牧会真的很难 恭喜你们 你们在加州 其实身体内的肢体互相不合 只有使身体惨弱而已吗 还能怎么样呢 其实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 不是吗 你说一个身体最残弱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嘛 身体最严重的病 还不是你的手断掉 是不是 那就是某一个东西失去功能 也不是你的眼睛一颗看不见 这就是失去一个功能 如果你的里面有互相攻击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是个大麻烦 这个我们一般称为 癌症 Tumor 对不对 他大起来 你没办法 他不能容忍别人 他要欺负别人 他要侵略别人 我在给你们上课的时候 讲到我有一个秘书 那个秘书是祷告来的 我其实并不认得他 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姐妹 在我们教会出租路路 已经半年一年了 我觉得他这个姐妹很适合 很会服侍人 我就想把她找来做我的秘书 年纪比我大 我用秘书原则上年纪要比我大 这样子 这样可以照顾我 这样子 免得我还要照顾他 因为我很多事不会 我很多事也不处理 我会下决定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我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 其他事情我都让别人做 那我们的秘书就服侍 服侍主服侍到 很感谢主 那因为我们俩个性不一样 他刚刚来跟我的时候呢 就很生气 我为了要训练他 我就跟他说 你把我这个书全部摆一遍 摆成你要摆的样子 因为我书很多 我的办公室有四面 有三面是墙 全部都是神学书 他就把我排 他就想说 这个牧师给我一个重要的工作 把全部书都下下来 全部排完了 排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说 你这样排为什么 搞了个半天 因为我其实是要跟他 沟通我们的观念 他排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说 这样排不对 应该怎么排 我们谈完了之后 他气得半死 所以我们磨了个半天 磨了个半天 事后他才告诉我 我不知道 因为他很有修养 他没有告诉我 我跟你意见不一样 他有时候会跟我吵架 可是都没有仔细跟我讲 一直到后来 他才告诉我说 他说你值不值得跟你很辛苦啊 我说什么 他说你这个人的观念 是很难跟得上 而且你每次的观念 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大改变 那我就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他说他有的时候 在办公室 大家下班了 全教会都没人了 他就拿着 他的那个鞋子脱下来 丢了墙壁 一直丢 恨得要死 可是他跟神祷告说 他要离开 跟我一起服侍 神又不答应 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我 服侍 服侍很多年 有一天 他跑进我的办公室 他坐了很多年 有的人跑去办公室 就跟我说 李长老 你喜不喜欢吃猪耳朵 因为他常常要帮我弄午饭 那我就说吃啊 我说我什么都吃啊 你知道啊 问我吃猪耳朵呢 他说 如果你喜欢吃猪耳朵 我今天给你吃猪耳朵 我说好啊 我以为他在讲午餐 后来我就说好啊 随便便 那我就开始低头 他说不是 他说今天是我 进来跟你一起服侍满七年的日子 听得懂吗 他说我满七年的日子 他说今天要给你吃猪耳朵 哎呀 你们圣经不熟啦 他是说他我服侍你七年 他说他要把他的耳朵盯在 那个门楣上 因为服侍满七年嘛 你就该把仆人放掉 如果仆人你把他放掉了 他又回来 就要把耳朵盯在门楣上面 他一生一世要服侍你 所以我的秘书说 我一辈子就愿意做你的秘书 那当然很感谢主 我们常常吵架 意见不合 可是吵完了还是一起服侍 一起同工 服侍得很好 老实说我也非常照顾他 各方面鼓励他帮助他训练他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秘书 因为你可能对台湾不太了解 他跟过从最早跟过邵玉明 以后跟过吴丰山 以后跟过李永德 都是跟那个高官 他专门做这些高官的这一个秘书的 后来跑来帮我倒茶弄午饭 他是很能干我什么事都问他 昨天我还问他 我说你还愿意帮我忙吗 他说靠主恩典我今生今世可以服侍你 他已经退休了 他说为什么退休呢 因为他得了一个病 他得了什么病 他得了一个罕见疾病 是到现在我从来没听过的 因为做牧师做久了你知道都知道很多的病 有的时候我们看病人看到一个地步 有的时候比医生还准 因为医生都是看数据 我们都是看脸色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看数据比我们还准 可是中国人说看气色更准 对不对 有一次我们交往一个姐妹 跟我说李长老我父亲快过世了 你快过来 我过去那边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边等 一直在那边等 我看到他爸爸 看你看一下 然后我再看一下心跳血压 看一看 我就跟他说 我们去吃饭好不好 他说医生说我爸爸随时会死 你来帮我爸爸祷告完了 然后什么我们去吃饭 我说对呀 我说你爸爸没那么快 他说医生说随时会死 我说不会的 你看那个脸色也知道没有要死的样子 后来我们就去吃饭了 所以我很多病都知道 可是我的秘书得那个病 我连想都没想过 我现在讲给你们听 看你们有没有听过 他得了一个靠近血癌的病 可是他不是血癌 他的血液里面有一个血球 有一种血球 我们所知道的血液里面的血球 有红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对不对 有一个叫做姜血球 姜是豆浆的姜 姜血球 姜血球上面有一个轻炼 一个重炼 是姜血球的里面的一个结构 轻炼是轻是轻重的轻 重是轻重的重 炼是筋 连 连 连续的连 筋炼 筋炼 轻炼跟重炼 他的轻炼出了问题 所以他的血液流过他身上的每一个器官 都会沉淀 有一种类淀粉成绩 淀粉你知道 就米麦叫做淀粉 类淀粉就是好像淀粉的成绩 到现在医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然后流过心脏就会在心脏内淀粉成绩 然后流过肺脏就会在肺脏内淀粉成绩 流过肾脏就在肾脏内淀粉成绩 他的血管会有内淀粉成绩 经过眼睛就 全身的每个地方都有血液流过去嘛 就有内淀粉成绩 所以呢 他有一天他会突然心脏不跳 他有一天会突然肾脏 对不work 他身上什么地方都会出毛病 所以后来医生就要治疗他 可是没有药也没有资料 也没有资料 不知道怎么治疗 后来在治疗当中就把他当血癌来治 可是根本就不是血癌 可是他的问题在于 他的细胞不跟他的身体合作 他的细胞产生了一个本质上的变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他的身体不好 最近医生终于下决定 试试看治疗 试试看怎么治疗呢 就把他的骨髓抽出来 自体骨髓移植 先把骨髓抽出来 抽出来就保存起来 就让他身体好起来之后呢 就把他放在一个无菌室里面 把他全身的毛都刮掉 那这样就可以放在那个无菌室里面 然后把他打化血治疗 打下去 让他的血里面的血 红血球降到最低 然后白血球降到零 他有一天在里面 发手机给我们说 现在白血球 医生说蛮高兴的 因为我白血球剩下100 白血球100 你们连医疗也不知道了 我现在发现 医疗也不知道 白血球剩下100 他就说医生说快要完成了 白血球降到零 他关在那边 就是无菌室里面 他必须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 他关在那个地方 他自己吃饭 自己弄 然后医生把东西送进去 所有的医生护士在里面 都是穿的那个 像太空人的防护衣一样 在里面治疗他 他就吃饭 他就睡觉 就这样子 然后等到全部血液都 这样调整后 再把他的骨髓打进去 让他重新造血 出来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还好吗 他就很久关在里面 后来出来的时候 他就说医生说还不错 我说可以活多久 他说随时 他说医生说随时都会走 随时都会走 那为什么身体会这样呢 因为字体不能解决问题 我告诉各位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也是这样 外面的压力其实并不可怕 里面的困难才是最可怕的 早上我们讲到意象跟使命 意象跟使命是一个教会 往前进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什么是使命 什么是意象 如果我们明白神给我们个人 跟教会的使命 我们也领受神赐给我们个人 及教会的意象 我们就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 美好的教会 美好的教会 我告诉各位 当你有个美好的教会的时候 是一个很令人舒服的事情 有谁不喜欢美满的家园 有谁不向往幸福的家庭呢 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到呢 我告诉各位就是使命跟意象 要清楚神的使命 神的使命最要紧的 就是我们要有主的爱 我们而且会爱主 我们会爱主 会爱主进而爱人 这样我们的使命才能够达成 要完成主所给我们的使命 最重要的是爱主 最重要的是爱人 如果不是爱主 如果不爱人 我们用尽各种方式 用尽人的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 都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有使命 我们又有意象 那意象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因为 怎么样做教会都可以的 你知道全世界教会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 没有哪一个教会 比哪一个教会的方法比较好 没有 那个是神给他们的意象 所以神如果给你们什么意象 你们知道那意象就对了 但是你要花时间 你要明白神给你们的意象是什么 我当时祷告了八个月 最后意象只剩下七个字加一个标点符号 以后我就拿给 那当然除了这一句之外 还有一大串的解释 就拿给吴永长老看 看完给我们众长老看 然后我们全教会的主要同工 三四十个我给他们做一次presentation 然后他们回应 然后再给一百多个人 讲我们的意象是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有两天的workshop 把这个意象弄好 再后来我就用一年的时间 讲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 讲了一年 讲了二十几堂 讲了一年 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 终于大家同意这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就往前走 有意象 有使命 这一个教会就会越来越好 这是正面的 这是正面的 我们一定要在正面上面 把教会的意象做出来 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 那你们现在是个教会 所以你们比较困难 如果这是个新开的工作呢 我就会鼓励你 一定要有清楚的意象 我因为现在做的那个工作 就是每十对夫妻的 一个传道人小组 这件事情后来被美国的 一个弟兄知道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弟长老来我们美国开这个工作 十个传道人 十对传道人都你去找 我场地都预备好了 三十几个acre 里面都已经房子都盖好了 可以同时住一百多个人 钱我们出 你只要把十对夫妻找来 十对传道人找来 我们就开始这个工作 你从台湾到美国的机票 我们出 所有传道人从各地飞过来的机票 我们出 所有车我们出 你只要把这十对培养出来就好了 可惜我现在没力气了 可是我开始这个工作 在欧洲 在亚洲 甚至在中国大陆 我做这个工作呢 我一开始就决定要怎么做 在那一个 他们为我 我们这个小组预备的 别墅里面 或者为我们预备的旅馆里面 他们来的时候 我总比他们早到一天 我早到一天 我为他们祷告 每一个为他们祷告 然后他们每一个进来 他们都有班机进来嘛 班机几点几分 男朋友车子去接他 接进来 我一定在门口等他 这些牧师平常服侍别人 很辛苦 我看到他 他进来 我就一定抱他 妻子抱了 丈夫抱了 我太太一定跟我在一起 就进来 哇 就聊天 然后先到 你先去睡 我跟那个预备别墅的说 房子不一定要最好 床板不一定要最好 请你买最好的床垫 我不要你买 几千几万元美金的床垫 但是要最高等级的床垫 要让传道人睡 让他们睡 让他们吃 让他们喝 无限制的供应他们 然后我们在一起 我们交通 我们思想 我们讨论 传道人大概有百分之 我想五六十是有忧郁症的 传道人的妻更可怜 按照美国的计算 有百分之八十几 将近九十 传道人妻子是有忧郁症的 他们必须要被照顾起来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惊讶 然后每一个早上要走 有的人早上的飞机 是十点的 那还好 有七点的飞机 五点就要走 他们没有想到 前一天晚上还说 我们一起睡觉了 去睡 去睡 一人一个房间 然后报完了去睡 然后早上起来 他们下来的时候 拉着行李要走的时候 看我住在那边 他们说李长老 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不是要去坐飞机吗 他说你不用起来送我啊 我说没有 我一定要送你 我到门口抱了他们 才让他们走 一年见三次 一次见五天 那是他们的避难所 那是他们的home base 当你有一个异象 你去执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 只有让他们不断地被爱 只有让他们不断地爱神 把这个culture建立起来 他们才能够活下去 只有传道人活得好 弟兄姐妹才活得好 我跟你们的传道人都没关系 他们也没有特别塞钱给我 你放心好了 好好善待你们的传道人 那是你们教会健康 最重要的因素 他如果被你爱到够 他一定好好的爱养 如果你属灵比他好的话 我也告诉我们这里的长老跟传道 好好爱你的弟兄姐妹 你只有好好把他爱到够 教会才会健康 这个是两项的 两个项的 哪一边先做都没关系 如果两边同时做就很容易了 就很容易了 一下子教会就被建立起来 所以教会的意象跟使命 是非常重要的 但 但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当教会有外来的逼迫的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 而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产生困难的 那我的问题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组织是有外来逼迫的时候 这个组织存在的威胁比较大 还是有内部危机的时候 这个组织所受到的威胁比较大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同意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所有的动作都做错了 对吗 真的啊 你知道国家都比我们聪明 组织都比我们聪明 企业都比我们聪明 我不要讲哪个国家 大部分国家都这样 小国不算 大国都是这样 内部内政搞不来就怎么样 搞一个战争嘛 内部不合就搞一个战争嘛 立刻内部就合起来了 什么共和党民主党不合 打一个仗都合起来了 所以内部不合才是 组织最大的危险 当然了 外来的逼迫 有的时候很大 大到我们无可抗拒 比如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这种东西是很难 因为外来的压力太大了 或者全球温室效应 这种太厉害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是一般能够评估 但一般而言 外来的逼迫 虽然为组织带来一定的破坏力 或冲击 可是一个组织内部的危机 才是造成 这一个组织衰败 或瓦解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一个国家对外战争 有的时候会使内部的不同意见相对的变成 不重要 我刚才说过了吗 我不敢批评美国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做 我不敢批评 我也不敢论断 因为你们这里可能有的是FBI的 等一下说我说对美国不利的话 我没有这样说 我只是说 一个国家有的时候会这样做的 同样的 公司面对外在强大的竞争力 只要内部团结 一心一意 难关总是有可能化险为夷的 教会也是一样 通常外来的逼迫会让我们更同心 是不是 你读使徒行传 来翻开 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讲到教会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你就发现外面的压迫真的很大 这些犹太人一直压迫教会里面的信徒 问题很严重 可是每一次做的结果 信徒就更同心 就更同心 可是 圣经很明显的 不仅是路加写的 使徒行传 更是圣灵 启示路加 感动路加 在收集资料 编排 这一个 他对于初代教会写作的时候 所记录下来的事情 我在跟你们上课的时候 曾经说过 初代教会有几百个事件 他为什么只记在十五个事件 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那什么事情是初代教会 最容易造成他们瓦解的状况呢 就是第六章 第六章 教会弟兄姐妹同意 从一方面来讲 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 互相接纳 彼此相爱 应该是一个内聚力很强的组织 但也因为是这个关系 互相在连结上 就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互相 互相 在教会里面 互相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旦教会内部产生信任危机 因为我们彼此的束缚 是看不见的上帝 不是看得见的章程 对吗 你们教会都有by law 对不对 其实教会内部 产生信任危机的时候 章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而我们内部应该是那个 看不见的上帝 可是因为看不见的上帝 谁能说谁比较对呢 因此教会的危机 会产生于内部 当内部产生危机的时候 会是教会最大的困境 我讲话都不太避讳的 我如果在你们当中讲话得罪你们 请你们原谅我 因为我在传神的道上面 我从来都是 我知道什么 我就讲什么 我尽量不要伤害别人 不过在讲道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们 我原来不知道你们这边教会的状况 我来了之后才有人告诉我说 你们教会曾经分裂过 其实分裂过并不稀奇 很多教会都分裂 可是我知道在这个时候谈分裂 会让你们勾起你们心里面 很大的难处 我的教会也分裂过 所以我知道那个伤痛 那个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伤痛 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就是说那个问题我们 我告诉各位 那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因为那个是不信任所造成的结果 既然互相不信任也已过了 所以我们就往前走 往前走 事实上教会会有分裂 就是魔鬼最高兴的事情 还有什么魔鬼更高兴的 就看你们两兄弟吵架 对不对 爸爸最伤心的就是两兄弟吵架 轻者痛 愁者快 可是没办法 已经发生了 因此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而这个内部的问题 正好是使命 这一个大的项目上面的第三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 如何面对教会内部的危机 如何面对教会内部的危机 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 请你翻开来 然后刚才同工有同工来跟我说 说今天晚上可以讲晚一点 可是我已经预备完了 我早知道就应该把明天早上 另外一篇也搬到今天晚上 连续讲两篇对不对 那明天早上我们只讲一篇 压力就比较小 因为今天晚上时间比较多 不过It's too late 因为我只预备了一篇 另外一篇我还放在我的房间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一篇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来看 没关系 他们跟我说时间不要太赶 叫我不要太紧张 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 不过我不会超过太多时间的 你不用太担心 好不好 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 翻到了吗 翻到了 按我们过去的做法 你读完了 你人就要离开洛杉矶到 耶路撒冷去 就要去耶路撒冷 而且你要到那个教会的旁边 看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这里的神学教导可以看哈利波特吗 我不知道 因为有的人说不能看哈利波特 我是看了 我把它当属灵书籍看 我告诉各位 只要你属灵 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属灵 你不属灵 看圣经也不属灵 不是吗 我看哈利波特以后 我就觉得那也蛮有道理的 因为他 他不是把脑子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吗 对不对 放到那个储尸盆里面 然后他就到那个里面去 就看到当时的状况 我现在就要你们做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念完了以后 你要成为那些门徒里面的一员 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在第一世纪 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然后我们到那边 看到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读一到七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然后我们读到第七节 第七节我们一起读 那时门徒争多有说 西里尼话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十十五叫做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天下是到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 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也要专心 一起要谈到这个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菲利 波罗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拿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 尼哥拉 神的道 心旺起来 一起念一杯 请 神的道 心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门徒 树木 加征的 甚多 也有许多 祭司 信从了 这道 你们猜 我们刚才念这段圣经 花了多少时间 差不多一分钟 就念完七节 差不多一分钟 我们那个速度稍微快一点 不到一分钟 可是你知道这段时间发生 并不是在一分钟之内 对吧 它的发生是一段蛮长的时间 最少是几个月 合理是几个 最少是几天 合理是几个礼拜 如果说它是发生了几个月之久 也很正常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我再念一次 那你请你 刚才还没到了耶路撒冷的 现在赶快去 那时 门徒争多 有说 西利尼话 就是希腊话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饭食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 菲利 波罗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娜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安人 安提安人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按守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 树木加征的圣多 也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这道 其实这一段 我们很多人 一读就说 这是执事的案例 这都是一般那些 传道的人告诉我们的 可是当我们读这段圣诞的时候 我们要放慢速度 我们要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从这段的圣经 我们要来看一个 危机的问题 危机发生一定有原因的 危机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又不是地震 危机发生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危机发生的原因 那么我们就要小心 如果能够避免 不让这些危机发生的状况 在我们当中发生 那么当时危机发生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第一节 第一节预备 请 那时门徒增多 有说西利尼话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危机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对 成长太快 请你写下来 成长太快 今天我们都喜欢成长 我们喜欢教会人数增加 我没有说不好 当然要人数要增加 人数不增加怎么办呢 可是成长太快 是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五章 我们发现教会成立之后 人数增加非常之快 他们起初有十二门徒 对不对 后来又补了一个 因为他们的祷告的 那个马可楼上面 有一百二十个 有一些妇女 可是后来他们一次步道 就三千人得救 是不是 后来又一次就五千人得救 这样就八千多个人了 两次大的集会 就有八千多人得救 那就我们就抓一个整数 就一万人好了 从一百多人变成一万人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告诉各位 这不是一个很 我不是说不好 而是很辛苦的事情 其实他们的彼此相爱 非常切实 他们天天在店里 也在家里聚会 圣经上说 祈祷剥饼 新信主的人一直加进来 他们也有财务上的需要 当时信耶稣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因为他们的信仰 是跟当时的犹太人不一样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跟犹太人对于 弥赛亚的期待 大相径庭 所以他们就受到逼迫 因此有人就变卖 田产家业 来攻击有需要的人 有人说这个是共产主义 我承认 但是这个共产主义啊 这个共产主义的做法是这样 基督教是一个标准的共产主义 我不是在讲政治上的共产主义 我们今天 我其实从头一天就告诉你们 我们是共产啊 因为神所分给你的 是让你跟我用 神分给我的 是让我跟你用嘛 那我们不是共产 只是我们共产的方式 不是我要你拿出来 你要我拿出来 而是我们自愿拿出来 基督教共产的方式是 你如果不拿出来也没关系 你尽管留着 你不拿出来 神将来就收走就这样嘛 所以我们的共产 从来不是叫别人拿出来的 可是我们是一起拥有 上帝所给我们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基督教 最美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跟你分享 你知道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每一次从我的房间 出来走到这边 我就知道我又要开始 把神的恩典分给你们了 这不表示我很了不起 我从来都不觉得 因为这个东西是神给我的 又不是我的 我分给你本来就应该的 神当时给我就是要给你的 所以我不能放在我自己这里 所以我每次出来 我都唱着诗过来 因为知道现在要做 我最喜乐的事情了 就是把神给我的分给你 当时他们很多人卖了田产家业 来攻击有需要的人 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当时他们也很可能 踩小组聚会 因为太多人了 如果你一万多人怎么聚会 怎么讲到 他们是很难有大型聚会的 因为犹太人一定给他们许多的限制 他们一信耶稣就被赶出去 他们一信耶稣就被赶出去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需要 因为有的人他被赶出来 所以有些人是全家信主就把田产家业卖掉 因为这样才够大家来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过我问你聚会人数太多会不会有问题 会不会有问题 一定会有问题 一定会有问题 我们也只不过一两百个人在这边吃饭 就有时候会不是很开心对不对 稍微晚到了东西就被别人拿走了 就觉得我也想吃那个 你们都拿走了我吃什么 我们都有这种感觉了 更何况是他们 他们那个时候物质比我们少太多了 又不容易分配 在教会初期成立的时候 就在几个月之内很短的时间 从一百多人变成一万人 你想会不会有问题 而且当时基督教的信仰是很改变很大 所以当他们成立一个独立的团体 信仰团体的时候 他们跟那些犹太人是看法不一样 犹太人说弥赛亚是来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辖制 他们却说是救脱离罪恶的辖制 因此这群信仰改变的人 当时是很不稳定的团体 因为刚刚信耶稣其实很不容易 信耶稣在一年之内的请举手 信耶稣在一年之内的请举手 请举手 你们这里信主的人太少了 应该每年要多一点点才好 我问你是不是不稳定 你会想 想一下又退 想一下又退真的要信吗 信的结果怎么样 会这样吗 当然还是很喜乐很高兴 可是会有压力 我差不多2003还是2004年到东岸去讲道 那东岸很大的教会到东岸去讲道 在Boston那个李秀全牧师那个教会去讲道 后来碰到一个人 他不是他们教会的 是另外一个 他在中国大陆出来的 然后来这边信耶稣 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就去读神学院 就去读神学院 他读神学院以后就做了牧师 也不错 也满被接纳的 然后那天他跟我在一起 就聊了很多 他就心里觉得很放心 他就把他心里面话讲出来 他说李长老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信耶稣来这边也很多年了 他说我有注意到我心里的变化 他说每隔七年我心里面有一个大的反动 他已经是牧师了 每隔七年我心里有个大的反动 就觉得耶稣不是救助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你知道我 他说我从小是无神论 所以我信耶稣基督之后 每隔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就说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因为我从小就被告以无神论 没有上帝 他说所以我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就很大的困难 你知道初初信耶稣的人总是有困难的 即便我们看过许多的神迹 也经历生命的改变 但是当时信主的人看过主耶稣的人 毕竟是少数嘛 一下子变成一万多个人 稀释很严重 所以教会人数成长太快 是内部危机的很重要因素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我们再念一次第一节 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那时门徒争多 有说西里尼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请问第二个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好 你们讲的都对 因为你们真的这个经文把它选出来 对不对 我用一个比较宽广的叫做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 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危机的发生的原因 就是信任 弟兄姐妹 信任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 当两个人彼此信任的时候 什么都好说 对吗 当两个人失去信任的时候 即便亲如夫妻 父母子女 亲兄弟姐妹 什么关系都没有用 当我们彼此不再信任的时候 什么关系都没有用了 不管过去累积了多少信任 彼此相爱的经历 好像一戏之间化为无有 一戏之间化无有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可是那种信任一旦失去 就永远找不回来 有多少夫妻是这样的 结婚的时候海事三蒙有没有 说海可哭 石可烂 此情永不渝 你们有没有跟对方笑过这个话 那你就更没希望了 你连这话都没说过 你要知道穷困的时候 一对夫妻经历了多少困难 一个馒头自己舍不得吃 都要留给对方多吃一口 那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不是这样吗 很多夫妻年轻的时候 一起叫做便手知足 一起为了家庭多努力 我自己做传道人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做传道人的 所以我就是愿意吃苦 我太太愿意跟我吃苦 也真的不容易 那个时候我们把孩子生了 就没有很多的钱 教会那个时候给我们的工资也不够 也不多 教会一个长老来问我说 教会给你的工资够不够 他问我 我就说感谢主 他就说我不是问你敢不敢谢主 我是问你教会给你的工资够不够 我说主给的都够 他说我不是问你主给的够不够 我是问你教会给的够不够 我就跟他说赞美主神怎么样安排 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知道我们怎么省钱吗 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吃过 那个奶粉的奶粉罐是完整的 因为你要买比较便宜的奶粉 就是要买那个罐头是有凹进去的 听得懂吗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受到一点点的 挤压 所以他就凹进去 可是他没有破 就是卖相不好 其实里面并没有不好 里面的奶粉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去买那个 因为打八折打七折 没人要买那个 我们就买那个 可是你知道去买的时候 总是旁边看没有人 我们才拿嘛 我们才拿 所以我们就一起度过了很多的困难 然后有的时候 家里钱不多嘛 所以有的时候要去买的时候 每一个罐子都是好的 我们就有点失望 后来有一天我太太就问他说 你们有没有那个奶粉是一个罐子坏的 他就说有有有有有有 就给了我们一个电话 说我们那个奶粉撞到了 会凹进去的 全部都放在一个地方 以后我们就到那边买 我们夫妻俩感情很好 这个奶粉绝对没问题的 当然是不会有坏掉 我带来有时候可怜我 他就跟我说 李贱呢 你怎么什么人送的衣服你都穿啊 我不是没钱买衣服 我只是不愿意花钱去买衣服 人家送我的衣服 什么送我什么衣服都穿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有的时候送的时候呢 就可能没有检查清楚是破的 不是看得见的地方在这里破了 他没看见嘛 他就送我 我就把他穿起来 还有人送我们死人的衣服 我讲的是台湾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很穷了 我讲三十年前 不是很穷 台湾那个时候 有钱人多得满地都是 送我们的人都是有钱人 我也觉得奇怪 他这么有钱 他就不能送我一件好的衣服吗 跑来告诉我 李长老我告诉你 我弟弟的身材跟你一样 我心想我才帮你弟弟做过追思礼拜呢 他就跟我说 我弟弟的衣服都是名牌 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把我带到他家里去 我就选 我告诉你 我心里一点矛盾都没有 一点挣扎都没有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经营一个很好的家庭 我有个很爱我的妻子 我们两个便手之足 我根本不在乎 所以人家给我吃穿什么我就穿什么 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当然现在好多了啦 你看我这个衣服还不错吧 是不是 我的裤子也还不错吧 这还不错吧对不对 虽然我身材不好 但是穿起来还可以看的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信任的时候 什么都好 是不是 可是当我们一旦失去信任的时候 不一定是双方都有错 可能只有一方有错 两人就不再信任了 不再信任了 当他送我死人衣服的时候 我完全没问题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他如果送我死人衣服 是我不喜欢他 我就说你干嘛送我死人衣服啊 你发觉很奇怪 一件事情 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信任 有没有信任 夫妻两个吵架到离婚的时候 好像全世界唯一不能相处的 就是对方这个人 想当年是怎么样的相爱 连父母亲拦都拦不住 对不对 你不让我嫁他我就去死 现在让你嫁了 你还不是要死 这都是信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讲起来真的很可笑 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时候觉得很可笑 可是你事后想想不都是这样吗 当我们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们信任的时候什么都好 当我们不再信任的时候 什么都不好 那个感觉是很真实的 更奇怪的事情是 当信任不在的时候 即使我们用尽办法要自我调整 或我想尽办法改变双方关系 都有困难 因为那个东西已经不在了 叫做信任 耶路撒冷当时就发生这个状况 当他们快速发展的时候 不仅有犹太人信主 也有从外地的犹太人信主 他们就回来 当时信主的都是犹太人 很少外邦人 那要一直彼得开始传分给外邦人 那个是在第九章以后了 在那之前是没有人信主的 犹太人也不接受外邦人信主 可是这些在外地信主的犹太人 就回来耶路撒冷定居 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主要是讲西伯来语或者亚兰语 是当时的语言 可是因为希腊文化 已经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 到了当时的各地 所以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基本上也会讲希腊话 也会讲希腊话 他们能听也能讲 但从外地回来的人 因为已经离开西伯来 这个地方太久了 他们大概只会讲希腊话 这个你们在美国就很清楚嘛 对不对 完全没有问题 你们完全都了解 我常常会住到我们 在美国华人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 父母一直跟孩子讲中文 孩子永远回英文 对不对 他会听 但他久了不讲就不会讲了 他都听了懂 但是发音发不准 第二代 第三代 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用中文的能力 我告诉你们一定要用中文啊 告诉你的孩子 在家里一律讲中文 你忘了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嘛 那你会讲中文跟不会讲中文差很多 非常多 我儿子到香港去工作 到香港去工作 每一次他到香港去工作 每一次要到中国大陆出差 他的老板就带他 他是最底层的 下面有好几层 他的同事里面有印度人 澳大利亚人 加拿大人 美国人 这个 这个 韩国人 日本人 香港 什么人都有 他们那个bank里面 可是老板每次去的时候就跟他 就通知我儿子说 去北京开会 上海开会 为什么 中文 那个老板需要一个能听中文 能讲中文的 那对方可能也会讲英文 因为都是大的那个contract很大很大的 可是他需要有个有把握的 所以讲中文很重要啊 你不要让你的儿子不讲中文啊 跟他讲规定回家就一定讲中文 你不讲中文我就不理你 你们美国的中文 你们美国的华人都不愿意 因为你知道全世界只有美国人是最奇怪的 克林顿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会讲三种语言的叫做trilingual 对不对 会讲两国语言的叫做百灵果 会讲一种语言的叫做American 全世界的人都讲两种语言以上 你讲只有美国人讲一种语言 所以一定要让你的孩子讲中文 这很重要啊 我顺便跟你讲 这个将来会对你影响很大 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子 那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 他们在长期在外 第一代还好第二代 他们已经不会讲西伯来文或亚兰文了 所以他们已经在用别国的语言 或者说相对于西伯来文了 就是他们在用希腊话在讲话了 就像现在的ABC 甚至第二代以后的 你知道你想想看 这些语言不同 会不会造成信任危机 会不会 我不知道你们跟你们 英文堂的关系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对于美国有很多 中文堂跟英文堂产生矛盾 我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语言不同 这个圣经早有启示 记不记得 当时人们同心合意的 要起来背叛上帝的时候 上帝只做了一件事情 辩乱他们的语言 上帝没有阻止他们 上帝甚至不出手处理 就说你们讲不一样的话就结束了 因为不一样的话会造成很多的误解 最近有一个你们的弟兄跟我说 说李长老 他说我把我的奖章发给你 你帮我改好不好 我本来快要答应他了 他跟我说是用英文 我不是看不懂英文 而是英文的讲道法跟中文的讲道法不一样 思考模式不一样 approach不一样 中国人的讲道法是要从理 然后讲道灵里面 然后要带到行动 美国人的讲道都是宣告式的 他都是鼓励你 就这样子 就结束了 中国人不行的 因为中国人脑筋比较复杂 美国人脑筋比较简单 我是说真的 我开玩笑 真的 所以你们来美国找工作不太困难的缘故 就是因为你work hard 而且你会想到他们想不到的东西 那你比较差的就是你语言不好 可是你很难跟他们沟通 因为他们的人际关系 跟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一样 他们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一样 所以当时各地回来的 用希腊话的犹太人 可能已经有人 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聚会了 就好像我们这里有英语敬拜一样 他们有一定隔阂的 那这个危机就发生在这边 你知道吗 如果是说希伯来话的妇女 没有受到足够的供应都不会出问题 就是因为说希腊话的妇女 没有受到足够的供应就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是discrimination的问题 其实不是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种族歧视 这个是一个感觉 你倒过来又不是问题了 我就说了嘛 如果希腊话的犹太人 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妇女 没有受到不够 是讲希伯来话的 那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问题就是正好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有这个感觉 问题就很严重 这是个团体问题 这是个族群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有意识形态 我们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子 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聪明 而有判断力的时候 当他们成为一个团体的时候 他们就变成一群毫无理性的乌合之众 所以在团体当中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就是信任 第三 第三 最大的问题是二到四节 二到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二到四节 二到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民生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教会 初代教会发展太快 人数增加太多 信仰不够稳定 信任不够充分之下 就产生了问题 加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没有健全的机制来面对 当时十二使徒是有一定分量的 他们是强而有力的领袖 因为他们跟随过主耶稣 而且主耶稣是一个一个 把他们的名字点出来的 到最后主耶稣还向他们门徒显现 以后把彼得说 彼得是老大 大家都听老大的 所以彼得一直 你从始度形成第一章 一直看到第五章 彼得说话算话 他一说事情就这样子了 因为耶稣有教导要听谁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威望 足以处理这样的事 但我们也发现 当怨言出来的时候 很难处理 即便有威望的人也很难处理 何况他们原先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 而怨言是极具三动力的 对吗 对 你知道公开讲还不是 你私下传最有用的 公开讲不一定有用 私下传最有用的 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 我刚刚做执行长老的时候 1998年 我就发现我们教会开长职会 长职会 那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职会 是差不多三四十个人 长老执事开会 在长职会当中大家都不讲话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可以 有没有问题 怎么样 没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吴勇长老 已经不来开会了 小弟我那个时候年纪轻 带着那个长职会 大家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可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长职会结束之后 打每一个人的电话 通通是BZ 听得懂吗 当你长职会结束之后 你回家打电话 打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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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人的电话是 可以接的 所有人都在BZ 为什么 公开不讲嘛 这个上会后才开始打电话 他开始打电话 我就发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开会等于没有开会 因为大家的话都不在那边讲 所以我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才让大家有话在长职会里面说 不要再回家打电话了 所以制度不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很听三位牧师跟长老的话 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来讲解决之道 好不好 他们告诉我给你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再讲下半段 这样做可以吗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各位去上个洗手间再回来 我们讲到底怎么解决呢 对吧 对,对